社会住宅现在传出又出包了 这是位在台北市万华的青年社宅 第一期现在有住户来投诉了 说入住不到两年时间 想不到在这个社会住宅的部分 已经发生四起的浴室玻璃门爆裂状况 甚至有的住户家里面的是整片玻璃 直接炸开非常的危险 好因此呢 他们向这个台北市毒法局来做反应了 但是只有在二月份完成了登记 同意检测之后就都没有下文 浴室里玻璃碎片洒满地小小淋浴空间 马桶周边完全没有立足点 恐怖的玻璃门爆裂意外 竟然就发生在台北市万华青年社宅 来到万华青年社宅一起外头 看得出来外观都还很新 但是有住户投诉 入住不到两年就陆续有四户邻居的浴室玻璃门 无预警爆裂 最新一起就发生在四月 那它是在半夜两点多 没有人使用的状况最近爆裂 因为我们社宅有很多那种 就是刚出生或者是爬行的小孩 我们很担心就是会造成他们的 还有老人家 我们担心他们会受伤 玻璃门无预警爆裂 虽然都已经完成修缮 但是一起设宅273户 用的都是一样的建材 整个社区人人自为 就不知道的原因情况下就爆裂 对 就是有可以一些安全注意 住户人心惶惶找上房东 台北市都发局 但是从玻璃门爆裂原因 到解决方案得到的却都是消极答复 我们大概也没有办法去研判 不过看到这样子有 因为这三起事件 所以我们都是直接帮他做一个更换 那因为也要约住户的时间 那我们希望住户的时间约妥之后 厂商一次来要做多一点的检测 我们预计本周跟下周 就会配合着住户时间 然后去做一个现场的插测 朱透露早在二月五日就完成登记 只等都发局来检测 只是等呀等始终没下文 直到四月三日意外再度发生 议员媒体关切 都发局才终于动起来 都发局他这样态度 基本上是有点消极怠惰 因为他为了要避免将来被 定名做记号 以后没有办法撑住 所以他也不太敢出来 万华青年社宅二期 还在新建中一期就出包 面对住户疑虑 北市府恐怕要上井发条 免得成了市民口中的二房东 接着刀枯风医生员采访报道